有個兒子在PTT上面說 他罹患肝癌的媽媽 臨終的時候 在親友面前說出了遺願 那這個遺願是 希望他兒子 跟交往三年多的女朋友分手 那為什麼要分手 媽媽列出了三點 必一定要分手的原因 這個事情讓這個男生很苦惱 他只好先口頭答應 在媽媽過世以後呢 他開始很掙扎 認真思考 當時許校的承諾 到底該怎麼做這樣 三年我感情感情是這麼簡單 說棒就棒 到底要怎麼做 這在網路上兩派濟戰 那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請志偉跟大家說一下 我看到這個文章啊 我也覺得 這換成是我 我可能也很掙扎 只是說 因為這個原PO 這個男生啊 其實他媽媽故事 你這個媽寶爭什麼咋 沒有我所謂掙扎 是因為我答應了嘛 在臨終前答應他了 我會掙扎啦 那最主要是說 我後來看到這個故事裡面 有一點 他是有講說 其實也沒有人逼我 要照著媽媽的意思走啦 但是我自己就心裡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跟他這個女朋友 已經交往三年多了 但是媽媽顯然不喜歡他 所以媽媽身體不太好 當時其實 有人跟他講說 要不然就結婚 沖沖洗乾媽媽身體會比較好 可是媽媽當然就不願意嘛 那最後媽媽被判定是得了肝癌 而且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然後呢 媽媽就在臨終前喔 他的寫法是說 當著很多親友的面前 要求他說 你千萬不要跟你的女朋友結婚 因為我真的覺得 你跟他不會有很好的未來 所以媽媽還列了三點 為什麼你不能去他的原因 第一點呢 媽媽講說 這個女孩子以後 不會成為你的助力 她只會拖累你啦 第二個呢 穩定性太差 未來生活的變化 實在沒有辦法預測 第三個呢 生活習慣也不好 晚睡晚起又不知道節制 會變成你以後的負擔 我覺得他媽媽講這個話 可能很多人都中槍 因為他這個感覺不是太具體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我不喜歡他嘛 所以就要列出幾點 我不喜歡他的原因 來希望你能夠接受我的要求 那這個原坡呢 他因為媽媽都要臨終了 為了要媽媽好走 所以就答應媽媽 他不會娶他這樣 可是呢 媽媽走了以後呢 他其實也到了試婚年齡了 那也該覺得跟女朋友之間 要有什麼樣的結果 可是他這時候沒有人逼他說 不可以喔 你不能娶他喔 你答應你媽囉 是他自己心裡面的OS出現了 啊 我想要娶他 可是我答應媽媽說不能娶他 但是我就覺得 我跟我這個女朋友在一起呢 其實是很舒服的 他是可以完全的 知道我在想什麼 就是他們的心靈是很契合 而且呢這個 這個女朋友對他呢 也很好 所以我用什麼樣的理由來告訴他 如果今天跟他講說 我答應我媽 我不會娶你我們分手吧 這理由可能對女孩子在講太瞎了 所以他自己就很掙扎說 我到底該不該 照著答應媽媽的承諾 不要娶他 就引起了兩極的看法 那你呢 你最後的決定是 我最後的決定 你現在有權力決定嗎 你現在沒機會了嗎 假如這個難的是自偽啊 對啊 那我還真的覺得 如果我很愛這個女生 在這個女生面前我可以很做自己 對 好 在她面前我可以完全的放鬆 我可能會跟我媽說 媽我對不起你 對 因為要陪我一輩子的人 媽媽死不瞑目 我願意講 那媽媽你就來找我吧 你就在去拜拜的寶貝嘛 就是要拜拜嘛 要跟她講嘛 因為其實總是要跟媽媽講 媽媽陪我一輩子的人是 是她啊 不是你啊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你自己真的覺得說 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不能做自己 感覺壓力很大 她會拖累你 然後一天到晚就跟你吵架 其實也不用你媽講 你現在能做自己嗎 我現在沒辦法做自己啊 因為我們有小孩啊 有家庭怎麼做自己啊 你可以做自己嗎 你可以做自己 我覺得她這個一樣是 就是因為好朋友太熟了 沒有 所以我不能做自己啊 因為我們現在有家庭嘛 很難做自己的 是這樣子還是可以啦 你的小孩長大啦 我小孩還小 沒有 我覺得說 你如果要跟媽媽講這個話 其實還是要有一個講法 因為這個講法不是要講 不只是講給媽媽聽嘛 也要講給自己聽嘛 因為這個事情才會真的放下嘛 我的看法就是說 你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當時就是我會答應你 是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你很需要我 我真的那時候 真的也沒有想到其他的 我其實情義而言 真心的就答應了 但這個事情結束以後呢 我發現說 其實我跟女朋友很多點點滴滴 你並不知道嘛 因為我們這一代 就是對太太的第一 可能跟你那個標準不一樣 以前你沒覺得說 你講這幾點真的很重要啊 因為以前就是要靠分工嘛 可是這個時候是 大家都要想辦法獨立 才不會變成對方的負擔 所以這個時代 他不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最重要是他讓我覺得 生活很舒適 很放鬆 這件事情對我可能比較重要 所以我來跟你評告一下 這樣不是就是彼此也比較愉悶 因為我會這麼想 就是會被這個事情卡住的 你不要覺得說他是不是媽寶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知道人的成長過程 就是說這個媽媽到底在他生命中 有多重要 這樣有哪幾個比例 然後呢人的個性 在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的判斷價值 你不能就是說 哇 我跟你愛情現在很濃 所以我要永遠都是濃的 都在你這個角度來看事情 這樣我們不是很危險 天子問你 如果你知道 你是這個男生的女朋友 而你知道婆婆不喜歡你 然後也要求 兒子跟你分手 那你會怎麼做 我會分手 因為我身邊這樣的例子 真的太多了 其實你說上一代 剛才許老師 上一代跟這一代的價值觀差太多 沒有錯一切的源頭 一切的這些悲心 都是這樣的發生 而且以愛之名 你看像這個臨終的媽媽 為什麼會做這個要求 就像正達哥講 我要盡我一切的能力 來保護我的後代 他認為這三個醫院是對孩子 就是跟他女朋友分手 是對孩子最好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婚姻的破裂何嘗不是 而且我覺得台灣還是很保守的 像我自己都覺得 我完全不遵守傳統價值觀 可是父母 看起來你就是個叛逆的女生 對 我覺得我家是一個很叛逆的人 可是父母喜不喜歡有另一半 喜不喜歡你挑選的男朋友 對你的影響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深淵 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在念大學的時候有個男朋友 那時候我媽就覺得說 那男朋友很不撐頭耶 看起來像個扛瓦斯的 就是很像工人 那時候你講 我當然也是立刻反唇相機 而且扛瓦斯表示身體好 對啊 是蠻好的 就是嘴上也是不饒人 就當場那個場景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這件事我記到現在 可見我心中是有不開心的 不要說恨了啦 就是不開心的 因為要踩到你的一些底線 對 就是我覺得 就是當父母 就是電視機前面當父母的人 如果有可能的話 是不是可以放過子女一馬 我真的深深這樣覺得 你覺得你們是愛 可是其實小孩嘗到的是 很大的苦果 就像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大學同學 一直到現在他都單身 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 媽媽給的詛咒 我不曉得 因為我遇到的都是媽媽比較多意見 爸爸好像傳統上意見比較少 你媽媽給的那個為什麼是詛咒 因為他給不只意見 還會給你一些很可怕的下場 對 譬如說這一定不好的啊 或者是你看他怎麼樣 自定的啦 之類的 對 所以我大學同學他也是很優秀啊 到現在也是不管學歷啊 什麼美貌都有 可是一直找不到一個綜藝的人 因為他每一任的男友 他媽媽都有理解 而且講的話極盡的 我們聽起來是很刻薄的話 對 可是媽媽都覺得我是為你好欸 是 我講的都是金玉良言欸 就變成很 他嚇了很多詛咒在你最愛的女兒身上 當子女的好像覺得說 對 我是新時代女性 譬如說像玉姐愛 你媽媽你的眼光也不見得比我好啊 我要選我自己的 可是我覺得那好像就是一個陰影 可能是你跟媽媽的連結 你沒有辦法完完全全 你腦子也覺得 你可以完完全不理會她的意見 我完全釋懷 可是你心裡 那個東西就是釘在你的心裡 你知道為什麼會釘在心上嗎 因為呢 因為這個苦是因為說 明明沒有道理 我還要吞下去 對 這個很苦 這個是雙重的 這個東西任誰都會積運在心裡 就覺得說你欠我這一個 有了以後 而且這個還會再累積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遇到這樣的媽媽你要講 這樣的媽媽的觀念 不是一時可以改的 因為她的觀念是傳承下來的 就是一個系統 所以來講你要理解說 這個東西要改很難 你就想要避開 或是不要在意她講的話 或者是你不用讓她知道 對 可是你要在乎 怎麼可能不在乎 譬如說家族聚餐 因為不是 因為在乎的危險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乎又沒有辦法 你就折磨自己 就不要走那條路 就是你一樣嘛 就是完全在乎 就是比如說像你那朋友 從此沒有找到任何伴侶 我覺得也是一個收穫啊 因為這樣的媽媽在場 又那麼在乎媽媽的行為 然後交了朋友 怎麼會好過 我講個故事 這是真實發生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五十幾歲沒有結婚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你不想結嗎 他說他其實交過很多女朋友 但是父母親都不同意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就覺得對方配不上我這個醫生 對 爸爸媽媽有這個醫生兒子 為榮 對 他自己開診所 其實收入算不錯 社會地位也有 可是他一直就沒有辦法結婚 他其實想結婚 有一次呢 他就叫我陪他去看一個房子 他帶著女朋友 兩個人其實很要好 也很相愛 然後其實我們覺得那個房子很好 男生也喜歡 女生也喜歡 這樣未來的愛潮 結果他說 他有跟對方說 好 我已經決定要了 不過拜託你 讓我父母親來看一次 父母親來看一次又倒了 為什麼倒了你知道嗎 其實父母親是不喜歡那個女生 不是不喜歡那個房子 所以他就不希望 他們買下那個房子以後 然後他兒子跟那個女生就結婚 這樣子 後來我就覺得 所以大家都講 父母親比較有智慧 我覺得這個事情不一定對 我不是說不對 不是啊 就是父母的智慧 也是父母的 不是孩子的 因為孩子有去判斷 有去理解嘛 我說你五十幾歲 買一個房子 你不能自己做決定 你有問題啊 對不對 一針見邪 再來你的婚姻 你不能自己做決定 你有問題啊 我說你的問題站在哪裡 你的問題就是 你的父母親從小就覺得 你有你這個會很會讀書的兒子 感到驕傲 所以全力的介入你 但是你都沒有拒絕 你都沒有反抗 我就覺得說父母親 你為什麼不想一想 你兒子跟他這個女朋友宰起的時候 是多幸福多快樂 這個快樂就值回票價了 不要一直想你 人家高攀啊 你兒子了不起 你兒子了不起就是 你讓你就害了他 因為他到五十幾歲找不到婚姻 你兒子